今天是2022年4月5日星期二 近日有朋友留言告诉小编 天赐的声音第三季第四期没有周深的舞台 小编还特意在第三期的结尾看了一下下期预告 也的确没有看到周深的现场 不过这个消息还是有点让人难以接受 小编的脑海里动时空荡荡的 总感觉这周末少了点什么 小编唯有继续收听周深的天赐三部曲 算你很科普乐玫瑰少年了 另外周深和盖合作的这首玫瑰少年 到目前依然霸占QQ音乐流行指数榜的冠军 而且是连续四天了 另外小编分别在QQ音乐 抖音油管B站头条等重要的歌曲平台上 浏览过歌曲评论 这首歌曲是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 并且他们还从歌曲中汲取了很多力量 很显然这首改编后的歌曲 已经成为了当下新包款歌曲了 无论外界在争论什么 这首歌曲的流行度和好评度 总而是会让一些人的脸有火烂烂的感觉 一部作品的好坏 不是谁有话语权谁就正确 一般不好的声音比较刺耳 更容易引起入人的关注 所以如果想要淹没它 就需要百味的好评 而这一幕也发生了 喜欢这首歌曲的人 用他们的实际行动来支持周深 支持这首歌曲 这就是善的力量 真的为周深高兴 因为周深不再是那个默默被人说不一样的人了 如今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和支持 周深真的成为了绽放的玫瑰少年 如果这周末没有周深的舞台 那么小编就先循环两周为敬了 今天是4月5日 同时也是华人传统节目清明节 如今的清明节已经成为了一种民族精神 是中华文化的传承 周深也在第一时间发文缅怀 而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应该去反思 我们传承的到底是什么 答案肯定有很多 但小编觉得答案绝对不应该是 善干善下 失意攻击 天赐声音第三季 第四季 你是否会继续期待呢 周深的歌曲获得歌迷鼎力支持 你感受如何呢 欢迎留言评论 同时也欢迎订阅我们 每一日都有进展更新